另一個位置還沒說過 你看看他的眼睛亮晶晶 誰 其實人有比較私密之處 其實古書也真的有看過 其實原來我們身上當中 是整個身體都可以研究的 我們先說男性 很老實,10個男人 9個都說自己陽句比較長 又是否真的好 他說他的根據是用手指量 就是他的尺寸 這個根據實在太無知了 男性的陽句是怎樣量度 是計算自己充血之後 若然你長過五吋的話 就算過長 這個人的生殖能力特別強 人生會傾向比較好色 一生的工作屬於體力勞動 容易有危險 若然短一點是否好 短於三吋 原來太短又不好,短於三吋 代表他內藥,沒有自信 多疑和多病 古書上所說 男性最好的長度就是 充血之後是三至五吋之間 二,顏色也有講究 就是紅、女、透、白 顏色在說哪個位置 全條 像這條 像這條 像這樣長一樣 一半白、一半紅的話 古書說而已 這是奇才 是 你用橡筋紮住它 前面是紅,後面是血,白 應該是四種植 後面 原來男性在充血之後 陰莖的圓周 要大於龜頭的圓周 才為吉相 吉相 如果一個人做事有野心 剛才說的尺寸,又不中了 那又有沒有一些好的補救方法呢 就是說有沒有吳麥 對,若然在龜頭的前端有吳麥 如果是甚麼呢 你的子女通常會很聰明 學術上、工作上有成就 我有,師傅 我真的有 真的有 就是大粒還是小粒 都是善麥 若然你有的話,就恭喜你 你的子女應該會有成就 若然你的耳朵是在教後一點 代表一生有異性緣 女人緣特別旺 陰朗顏色比較偏白 或者是沒有紋的 一生人做事難有成就 很容易叫做絕智絕孫 生殖系統容易有隱患 是不是越黑越好 書上沒有說越黑越好 但就有說 比較偏向火紅色 而溫度偏高 還要有荔枝紋 這個人工作容易成功 暗病亦會較少 我好像也是荔枝紋 你說這麼多,你不展示出來 沒用的 對… 沒有人相信 世界上最好的陰莖 被你擁有了,Brian 其實還有一個位置 高丸,若然有人只有單一顆高丸 原來這個人容易負多於貴 即是有錢 還要得到老婆的相助 不過,這個人就有機會短命 對 有得解釋 你只有一顆的時候 當然要老婆多幫忙 才能成功 對,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說女性 馬上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